就是 这感情啊 都是从友情开始的 这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来 相处不来 这个相处很关键 有共同语言才重要啊 对不对 哎 那个 来来来 阿姨敬你一个 来 谢谢阿姨 谢谢你在京大 一直照顾我们家灵溪啊 哎 走了 他平时不这样 能不能别进来进去的了 我们赶紧吃吧 咱们吃吧吃吧 来来来 年轻人不禁饿 别给孩子饿坏了 那我帮你 哎 我们家这爷呀 是楼下 一致的 这叫私房菜 哎 来尝尝好不好吃 好 小夕你是不是 回来的时候太累了 饿着了 小夕是不是在学校 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啊 哎 哎 现在的孩子都太不容易了 这要是压力太大啊 啊 这 琴乐也是京大的 应该知道 京大的学生压力都很大 嗯 嗯 陈总 哎 哎 小夕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哦 她六岁就学钢琴了 高一的时候已经钢琴十几 但是我高中作业太多了 后来就不弹了 爸 妈 小夕呢 她是以江明氏理科状元的身份 考入京大的 高考那会儿确实没有什么时间 所以钢琴确实没有办法练 是我自己不想谈的 而且是我妈逼我要谈 能逃过练琴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呢 叔叔阿姨啊 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能考上京大那简直就是运气好 这当然呢 也要感谢我的妈妈 要不是她比我 我也很难考上呢 好说话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 妈 我真的得要感谢您 要不是您那么严格 就不会有我现在的今天 这杯我敬您 我先干为敬 嗯 嗯 这个红酒啊 我喝不惯了 我去买瓶白的去 都是我把它惯的 我去把它追回来 陈总 孩子还年轻 能改过来 那咱们动筷子吃饭吧 尝尝我们家老夏的手艺 来来来 来来来 请请请 爸妈 小夕今天可能有点累了 嗯 没把我们当外人 她如果是腼腆内向 呆头呆脑也就算了 可是你看看她那个表现 粗俗没教养 你说她那冷漠的样子 和那个小时候的灵芯 还有一点像吗 我看你啊 还是跟她断了来往吧 好了好了 少说两句 小夕她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 她如果平时不是这样 那就说明她对你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你呢 嫌赶着也追不上 我倒是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走得近一点 你也知道 公司现在资金链出现问题了 她妈妈一直在他们公司里面负责融资的 多一个盟友总是好的吧 不过今天 人家态度你也看到了 爸 我是真心喜欢小夕的 等公司形势明朗了 再打扰你死情吧 走吧儿子 走吧儿子 走吧